拍旅行團雖然是下雨 我們旅行團會去很多地方 太空館、車工廟、歷史貿物館、澳海城、城門河 這麼多地方全部都拍不到 導演那怎麼辦? 不如先喝咖啡吧 喝咖啡那麼輕? 在一個這麼本島的大圍村 逛逛逛竟然有白色的東西 進到門口一切的風格都是白色和淺木色為主 地上那層的位置比較少 我們以為坐不到 誰知店主就叫我們上二樓 二樓的空間很廣闊 有一點自修身的感覺 誰知原來它還有三樓 雖然雖然沒有二樓那麼多座位 但也很適合四至五人的朋友一起團聚 好了 我們現在的食物已經到齊了 我們的主食是叫了這個 麻辣新辣 烏冬麵 清酒香梨荔枝小鬆餅 鳳梨勒梯 台灣小香腸 這裡的裝修這麼文青 不清楚食物是怎樣 原來這個胡麻辣裡面是有泡菜的 試試看 其實我本身就很少吃泡菜 但這個泡菜不算很酸 每一口烏冬都不會有那種煮完之後會熱的感覺 已經過了冷寒 非常之好 台灣一口腸 腸如其名 一口可以吃得完 不知是否因為乾身炸走外層的油 所以吃起來比普通台灣腸沒那麼油膩 吃完鹹品主菜 就到女生最喜歡的甜品 賣相很吸引 上面有些奶油 挺香濃的 香梨味 荔枝味也有一點 吃起來其實挺有雞蛋仔的口感 但每一粒就比雞蛋仔沒那麼脆 所以不怕刮痠的口 吃完所有東西了 最適合就喝一杯鳳梨Latay 表面有些軟軟的東西 原來就是鳳梨碎 甜甜的味道 加上咖啡的苦味 互相中和 也挺容易入口的 導演 東西吃完了 難道我們先上班 不是 我們還有幾間要吃 幾間要吃? 難道今天是自肥計劃? 導演 喝完咖啡之後 已經這麼好天 要不要今天本身的繼續 要吃肉嗎? 還要喝咖啡 不要理他 真的? 馬上去 導演 我今天一進來 就叫了一個食物 兩杯飲料 是不是很聰明呢? 叫了什麼食物? 期間限定金沙軟鞋 三文魚 紫海鮮沙律餡 好貴喔 對 公司營餡到的 這杯其實就是這間店的招牌 有奶、乾、咖啡 嘗嘗上面那個是什麼味道 嗯 嘗嘗 上面那個不是鹹的 是一個有顏色的奶 這杯咖啡的奶味 就偏向重一點 如果混合所有 Puramisu的粉末 剛剛好 我們那個招牌軟鞋 在西多 到了 軟鞋直接插入西多裡面 醬汁爆出來 多汁 其實有點難切 試試 試試 芝士加上這個蟹汁 少少鹹 但又有醬汁的甜味 試試乳和蟹 好 外皮是軟一點的 如果喜歡吃脆口的朋友 應該是一般 但它夠軟口 味道和醬汁都比較融入 這東西是出奇的一夾 番薯條 甜甜的 比一般薯條多一口感 我個人喜歡吃這個番薯條多些 不用切 我們在大圍村旁邊 發現了一間樓高兩層很特別的cafe 一進來店主已經很熱情地招呼我們 這個環境其實挺特別的 雖然樓高兩層 但是呢 你看到這裡是半開放式的角樓 通風的空間也是很舒服的 不說 還以為進了西貢 店員很快就幫我們送上了 店員特色菜式 乳酪 泡沫 花生醬多士 竹炭多士 加上花生醬 還有看到香蕉 點一點的creme 口感層次很獨特 表面那些朱古力粒粒 竟然和花生醬 最完美的結合 完全都不會太太 平時拿著花生醬一定會覺得好 原來呢 那些黑色的粒粒 是爆炸糖來的 初初都不覺得 喉嚨開始 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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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哩的聲音 甜得來又不會太柔 喜歡莓狀 或者酸酸的感覺 這杯很適合 中成吃一落 中成 吃了三間 現在不是自肥 是泡肥的導演 不過說起這三間cafe 真的要讚一下 三間cafe都各有特色 我個人比較喜歡第三間 多一點 空間感真的非常好 雖然有兩層樓 但有開放式的露台 不會覺得店員不記得了我們 我們留下單 下面的愛 都方便一點 我們這次介紹了大圍的cafe 不知道大家還有什麼想我們介紹呢 記得在留言寫明 和Like我們這次的影片 不說那麼多了 Bye Bye